健康我们都说活着就是要动活动活动 那如果坐着的话小心了 坐太久可能会出了一身病 因为有研究指出 大家现在习惯坐着上网或看电视 这罹患中风的比率增加了 而附健科医师也特别提醒 坐着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背部的压力 比站着或躺着还要大 所以建议不要坐太久 那如果坐的时候呢 建议选择有椅背的椅子 上了一整天的班 好不容易离开办公室的椅子 一回到家又马上坐着吗 最好赶快起来动一动了 长期黏在椅子上 对身体造成的压力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附健科医师指出 躺着的压力如果是1 站着就是1.5 以为坐着就是休息 没有想到还比站着压力大 一般人都觉得坐着好像很轻松 其实坐着压力 对脊椎来讲是比站着还大 因为脊椎它主要还有脚在支撑 那你坐着全部靠着脊椎 你站的话有脚在支撑 有时候8个小时 有时候20多个小时 觉得以前是比较有点累 可是现在是麻 差不多8个小时 不赶快起来动一动 小心做出医生病 也有研究指出 看电视和打电脑 超过4个小时 磷患心脏病和中风的机会 就会加倍 医师也表示 坐姿再正确 背部的压力还是很大 除了要挑选有椅背的椅子之外 驼背和翘脚只会让状况更糟 以此建议 每一个小时就起来活动5到10分钟 简单的扩胸 摇摇头伸展就可以达到作用